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现在来讲 看看关于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 在我们讲这之前 我们现在简压回忆一下量子力学是什么 说的 首先量子力学 标准量子力学 也就是传统量子力学 可以看成有两个过程 首先 首先 公式1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测量过程 它的 由一个测量算法 A A测量算法 测成态为 1 1到 8分 将这个测量算法做成一个态 我猜上 我猜就会 做一个不连续的跳跃 到 Yi 这跳跃的概率 喂 你就发一根 我猜就发一些内定 某个平方 注意这个过程是不连续的 那么 那么你写的时候偏着一点 写 要不它会打到摄像头 这是一个不连续的过程 而且是概率的过程 然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过程 就是 这部分就是 连续的 主要是连续的 第二个是确定的 结果就是 一个态不塞 那么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没事 谢谢 谢谢 这个过程是不怕这个态度 看到CV有什么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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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所谓的 传统量子力学的解释 但是 我们接下来考虑一个 简单的思想实验 这思想实验 然后很明确说明 传统量子力学 两种属性 不完备的 其实你不用急着擦 因为黑板很多 因为黑板很多 我们来考虑 在太空里面有个 房间 情绪房间里有个 观测者 我们叫它A 然后 在A旁边有个系统 我们可以加S 这希望可以属于一个垫子 情绪它之前在处在一个叠加态 然后在这个屋里外面 有一个 另外一个观测者 B 所以现在可以注意 这个屋子 现在是对外界完全隔离的 这时候B 还没有进去 也没有往里面看 然后这个屋子 我们给它一个太含图 就是S A 就是它描述 这屋子里面的演化 然后A 这时候 就执行一个测量 对S系统执行一个测量 比如测量电子自前态 这时候 我们来看A A看证过程会翻什么 A看证过程就是 S 如果它的态 原线态是Pi 我们用PiS来表现 所以做一个不连续的跳跃到Pi 我们来看 其中概率这个过程 概率就是PiS 这就是A 看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 然后B 来看这个过程 你们就会发现 因为这个 这个屋子是对外界完全隔离的 所以B看这个过程就是 这个太阳术按照 限定要帮人做一个非常延续确定的演化 也就这样 然后 少了一个PiS平方 然后B 我们可以想象 原先 这个PiS 加A 在A执行测量之前 可以写成PoS PoS A 研究完全隔开了 然后 在A执行测量之前 可以写成PoS 就不能写成这样的形式 而是可以写成PoS 可以写成PoS 在A A没有一个独立的态 S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态 然后过节之后 B就走到这个屋子里面去 然后B走到这个屋子里面去 看到是A 在一个确定态 S在确定态 所以B就可以对A说 它走到这个屋子里面 所以才导致A实际存在 在B走 没有到那个屋子前 A实际上跟S系统 是纠缠在一起的 都没有独立的态 但A这时候 也可以转拨B 有可能 整个东西都包含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盒子里面 而这整个里面都没有谁是独立存在的 可能知道某个官司 C出现才会 使他们这个有独立态 但这样就限出一个死循环 然后导致 逻辑上的产生混乱 通过这个简单4小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标准的量的那些描述 实际上有漏洞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怎么修改标准量子冰雪 从它 导致这个 我这个给一个comment 就是你这个I H8 帕卸 普塞A加S帕卸T 然后后面你负责2M分子A8的平方 帕卸平方帕卸X平方加V 这相当于是一个E维系统 对不对 就是E维 其实你这个不用这么写明确 用H更好 对吧 就直接用用 用哈密的算符 对不对 来代替它 因为哈密的算符 是一个更广似的东西 对吧 你这个就写得太具体了 你说呢 因为你还是针对自选 针对自选 它的哈密的量不是这么写的 对吧 但是这个应该是 你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对 后面你写的话要注意一点 OK 好 好 然后我们考虑 第一种可能的情况 所以我们考虑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假定 在整个移动中 只存在一个观测者 你可以认为这个观测者就是上帝 然后在它观测时候 那这个系统就是按照过程一 进行演化 然后其他时候就按照过程二进行演化 这种解释实际上在逻辑上面非常一致 而且也很难说到底错了 什么地方 但是你在论文里面肯定不能研究这个 所以我们来考虑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假定 第二种力量只能应用于微观物体 对宏观物体 对宏观物体 是不能应用的 但最后的重点是产生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你必须要给定一个N N的例子 在你系统的例子上大于N的时候 那就是量力也不适用 小于N的时候量力也适用 这样N肯定不好找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说量力也不能应用于观测者 但早在古西大的时候 那时候哲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新生平行论 所以这个理论 主要是一个物理地理如果能应用到任何一个物体 那么它也能应用到人 因为人的家族物理最终都是由原子过程 所以这个理论看起来很合理 但是我们提出这个也是违背这个理论 这个是古希腊提出的 对啊 古希腊 好像爱布莱特的不是那么没说是吧 我查了一下 你查了一下 是古希腊谁 不知道 因为我又没有查过 这是古希腊提出的 我都没查过 我应该只查一下 OK 非常好 也不行 然后我们再来 考虑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 承认前面描述的传统量力决是正确的 但是并不知道这个 函数到底是什么 在爱布莱特论文的语言文中 它写的是如果B知道了这个函数 那么它要进行很多测量 然后A也不再是观测的 但是红线知道有量的不可克隆地理 B实际上从原理上面也不能知道这个函数 但这些都没有发现 因为因为就算B不知道这个函数 这函数也是实际存在的 跟B知不知道没关系 所以第三种情况 也不可行的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 第四种 第四种情况 跟我们热力学的情况 大家想想 他就是假定这个量力学是不完备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太阳硕描述的实际上不是这个系统 就像我们在热力学当中 在统计的行为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描述的系统里面包含过很多原子 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原子具体到底是什么 太坦实了 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当中有些隐藏的变量 但我们现在知道对局域的隐藏变量 这种也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有贝儿不准事 所以我们也不考虑这个 第五种 也是我们 提出来的 就是 完全 丢弃过程一 什么叫我 丢弃过程一 也就是这个系统 实际上一直都是 按照系统的方程来演化的 按照系统的方程来演化的 不管A有没有在做测量 也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 Pairwheel mechanics 就没有测量过程 这种看起来非常 非常实际上非常可行的 因为为什么 在牛的力学当中 只有一个方程 就牛的方程 在暗示而广向 也只有一个方程 但是我们在量的力学当中 却有两个过程 这看起来 就不是那么满意 所以 我们来考虑这种情况 我们建议这个理论的时候 有两个要求一定要满足 第一个是 脖地上面 脖地上面不能出现混乱 不能出现矛盾 第二个上面是 要与经验一致 不知道说一个理论 它脖地上面没有任何漏洞 但是跟我们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理论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看到 要与经验要一致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 根本就看不到那种迪迦菜 结果 结果 我们就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好 接下来 要接下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信息论方面 数据基础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概率 信息 关联 关联 我们今天要在 从数据上面 定义这三个概念 然后 用这些概念 我们才能 建立我们需要的理论 我们首先来看 概率 应该怎么定义 所以我们 要强调是 我们 在这里定义概率 跟我们 通常定义概率是不一样的 因为 我们通常定义概率 比如拋个硬币 一米朝上结果为0 一米朝上结果为1的话 我们会这么显 但是 我们不要这0跟1 是实数 也就是我们通常概率 是定义在实数上面的 但是 在量度里写中 有一个碳 我们就应该这么写 我们这概率定义在 先定义在极核上 而这极核包含的是 0跟1 所以我们这边 这极核概率是 定义在一个任意的极核上面 我们先来看 我们建议这概率 定义在任意的极核 最后 最后 这些都不一定是实数 是 是 一定要定义在任意的极核 那我们 那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概率 呢 我们 这极核对应的一些 一些随机变量 我们也用SYZ 来表输 这上面的 只能集合 像随机变量 我们 我们说的第一 最基本概率就是 叫 联合分部 年轻松不易是什么 只是 因为概率还说 其中 年轻松概率 年轻松 你上面写的是 OK 你这写错 就是 全部写 这指的是 随机变成S 取得指的是XI 随机变成Y 取得YJ 一直到 随机变成Z 取得ZK 在这种情况下 所对于的概念 其中 XI属于集合X YJ属于集合X 集合Y Z ZK 属于集合Z 就这样盘数 但我们在之后是为了方便 我们简写成XI YJ 一直到ZK 就是忽略这些随机变量 直接用元素来表示 这些随机变量 这就是所谓的 联合分布 我们接下来 来看 编辑分布 那你有时候其实可以用英文说 就是Partial Distribution 其实爸爸也不知道他怎么翻译成中文 没有 这个是 啊 OK 编辑分布 所以编辑分布 所以编辑分布集合也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考虑一个联合分布 编辑分布 XR I Y J 你知道 W K K 怎么样 这样的联合 联合分布 编辑分布 编辑分布 就是在这联合分布上 即将忽略比较一件随机变量 忽略比较一件随机变量 忽略比较一件随机变量 那么 那么 写出来就是 这样 而这样的话 这个等于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 估计到Z的随机变量 实际上就是Z 就随便可以取任何值 所以我们只想把 Z取所有值的情况下的概率 对应的概率加起来 对 不要求和了 就这样 如果忽略到多个水域地 让我们 这球和 就是对多个水域地 对应的下标球和 这个所谓的编辑分布 我们接下来 再来考虑 条件分布 我这里先给出 条件分布公式 我们调件分布 调件分布的话 就在 这个概率分布 上面加一个 调件分布的变量 而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原先的 联合分布行数 在除上 你条件分布 对应的那个变量 那你前面对于编辑 编辑分布 为什么现在还是比较好理解 但调件分布 但调件分布 为什么会除不上 这个 我们这里给 在直接上 给出一个解释 我们考虑 两个水域地 变成 例子 x y 我们来画一个 这种符 将这个地方 对应的 这个地方 对应的是 对应的是 就是 你取了 在这个地方取 x 之后 你如果在 对其他任何 y 这个都等于0 那这个区 对应的是 也是 你如果在这个区 取y的话 那么它 这个所对应的 联合分布 就 的概率为0 而中间的区域 只要对应的就是 你可以同志取 x跟y 在这个区域 而它对应的概率 不为0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 给定 y之后 x概率是多少 首先 给 x概率 这个概率 肯定 那么 就说明 x跟 xy yj 同时都出现了 所以肯定是 xy yj的一个 连分布函数 但是我们注意到 如果它 这个要同时出现 并且不为0 它一定在这个位置上面 而 而这个位置 原先 原先 x可以取的就是这个 这么多 然后现在x取的 就变这个 也就一样了 从你的大小变小了 那么这个概率 就不再规一化 所以我们要在前面 乘下一个系数 a 然后我们现在来确定这个系数 也就是 对 i 求和 这个就等于 a 求和 i p y j 然后这个 根据我们前面 编辑分布公式的是什么 就是 p y j 而这个要等于 1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a 为 从来我们就得到 我们上面描述的 条件分布的 公式 好 好 好 我们三种 需要用到三种概念 我们就已经定义完了 我们接下来考虑 期望 期望 我定义了 我们这样定义 对一个 来吧 就这么定义 也就是 对这个函数爱护 它其中 味疼 为 为 这个概率分布 就 期望 所以我们现在 对期望一般是用 e 但在 iPhone的论文中 用e esp 所以我们这边 里用e esp 所以不要把这个跟 指数函数 是 对 对 然后我们同样 可以定义 编辑分布 编辑期望 编辑期望 按照我们前院 给出公事案 按照我们前院 给出公事案 所以我们这里 跟上面 跟上面这个区别 就在于 在F这个函数之中 我们 没有包含这个 Y的随地变量 随地变量 所以这就要 跟我们前面那种 顾虑的随地变量 是差不多 所以这个就叫边境期望 同样我们要跟第一个条件期望 也是 同样我们要跟第一个条件期望 同样我们要跟第一个条件期望 就像这样 也就是 这里所 这里自己的概率 是个条件概率 就是条件值 就是ZL 用ZL来往上 这个就是所谓条件期望 这个就是所谓条件期望 这就是 我们需要用到三种期望 对应的 也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三种概率 好 接下来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我们现在来 考虑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 信息跟关联 我们首先来看 信息 我们这个地方要 定量的给信息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地方先给出公式 然后我们再来想办法解释它 对一个随便 来此我们定义 它可换完信息为 你可能注意到这个 实际上跟信息论里面相容上 差不多 差不多 直播了 这个是在下方上里面是 LOG 然后前面有个不好 但这都是 加一个程度 所以不要紧 好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我们这样第一信息 实际上如果我们再 给出几个公里之后 这种信息的行政是唯一确定的 我们来考虑 我们应该给出哪几个职约上的 是合理的公里 第一 这个信息 这个函数必须要连续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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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信息要 是单 是单调的一个函数 第三 当这个分布为1的时候 这个信息 所包含信息0 为什么 因为如果分布1 1 1确定 x会取成 所以 它所包含信应该是0 第四 就是 关于 关于 跟Q 乘起来一个分布 这个信息 应该等于 首先是P的分布 再加上 Q的分布 为什么 因为 对于 两分布乘起来 这个信息 就等于 你先知道 某一个随机变量所取的值 包含信息 然后 再另外一个随机变量 包含信息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加强 我们有一辆4公里 我们不说确定 这个信息 就一定是这种形式的 首先 我们来看 对 T N次方 其中 N为一个整数 这个等于 根据我们这个公式 应用N次之后 我们就发现 这个 相继的 相继的 整起来 Long 接下来 再考虑 T M分之一 同样 这个M也是一个整数 M分之一 我们就是 整个M分之一 M分之一 三 M分之一 然后 对对我们上面的 就是 然后结合我们底下这两个工具 我很快就等明显听着n分之m次到2 结合我们结合上两个就能很明显看到又等约 但是我们前面做过一解释就是这个信息是连续的 那么就说明 前面说这个信息是连续 那么就说明这个实际上对于任意一个实数都会成立的 其实Y是任意一个实数 那我们再来看if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sp这个函数的形式 然后结合我们Y就等于我们采取2分p 那么这个就等于p分之1 然后就等于yix1分p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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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ark 然后这个实际上就一个常数不用把它 然后我们就能确定 另外,信息函数的形式应该在前面可乘一个常数的情况下 直到我们在信息的体验之后,我们也可以定义一系列信息 我们可以定义第一信息在一页联合分布上面的信息 留在一些随机面对上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定义为 而且我们也可以定义编辑信息 我们定义编辑信息就需要把这个放在内面去掉 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定义编辑信息 我们现在都已有个 3812点 每个我是那种冰箱 我们就可以 这种冰箱 为了计划与别有些冰箱 我们再试图一下 最后的我们有一种冰箱 是可以写减的 冰箱 无 fond 随時用意的冰箱 然後這些地也都比較明顯 這就是信息定義 我們接下來再來考慮關聯問題 如果從數列上的定義關聯 所以關聯可能也就是 告訴給定一個隨機並點Y 比如說Y的值之後 你能確定到X的值 也就隨便X跟Y之間關聯 所以我們現在來 考慮關聯的定義 首先給你X 給你X值之後 Y隨便Y的信息就這麼多 如果我們把這個減退 關聯 再不給DX請問一下Y所包含信息 那這個 它 就我們想要亮 但這個地方因為它包含了XI 而我們在最後結尾中 我們只希望它包含 不包含具體值 而只包含概率分布 所以我們應該再取個期望 減重極限 好 我們再看能不能想要化解這個公式 我們先來 展開 IY 首先這個 IY實際上就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概率的物 所以它大概成期望是不變的 也是 嗯 然後我們再來考驗這個 首先我們再提一下前面的信息 實際上用期望的形式寫 是什麼呢 前面這個 信息 不要用期望的形式寫 對不對 你 也就蓋 Long T 嗯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嗯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把這裡面這個展開 Long T XI Long T 然後我們用前面條件分布在公式 我們就可以寫出 Lon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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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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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进去 诺文还说 两个人处在一起 对不对 对不对 因此他们虽然相捡 有些人 对不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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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